大家好,我是三叔公 今天來分享一下第六章如何三星拳通關 那給大家我的改裝配法 還有在哪一關需要換什麼零件 給大家改裝上的一些參考 請大家先幫忙訂閱 開始想要再出更多遊戲介紹及攻略 好,我們開始吧 首先來講一下第六章 第六章的話其實前面這邊都還好 基本上你用第五章的裝備 聲音聲都可以來到這邊 但是來到這邊左右 尤其是這裡六隻十三這邊 這邊過了之後 這兩關基本上就很難過了 就算你用第五章的裝備升滿 這裡還是不會過還是會差一點 現在就來跟大家講一下XZNA 我直接給大家看一下我現在的裝備 現在的裝備其實我的馬達應該也是橘色 這個狀態是非常好的 我這個就是屌虐第六章 那馬達沒有橘色其實也沒關係 我們用紫色升滿的也是OK的 但關鍵在哪裡呢? 關鍵在各位紫色的棒棒 紫色棒棒一定要搞到 你原本藍色棒棒只能用兩層的導輪 用紫色還有-一層 等於你有三個導輪 大家可以看到四根棒棒 都是各三個導輪在上面 這樣穩定值就可以加到多少 我現在快1300了 穩定性是非常重要的 穩定性越高你的速度就可以吹得越快 因為你可以毫無顧慮去換馬達跟齒輪 那其實我現在用的是4.0比1的齒輪 那用到這個3.7比1 其實有時候還會翻車 還是有點不穩 所以目前我還是用4.0比1 那車殼的部分 我建議大家有紫色就換紫色 那有鐵狼號的話 我覺得鐵狼號非常的好 它是在最後一圈可以加速超多 然後穩定性加超多 基本上不太會翻車 這是我的推薦 那改造部分我一樣是改空氣下壓力跟空氣阻力 那輪胎的部分其實這裡也是大家參考就好 其實不一定要用到這麼頂 我是因為有抽到這個橘色的我才用這一組 不然其實大家用這種小的就可以了 最重要的還是這個紫色的平衡桿 那基本上紫色的平衡桿商店是買不到的 只能買到藍色 那大家就是要靠抽去拚了 這個就要開運氣慢慢來了 那齒輪我沒有上到3.7 馬達也沒有上到橙色的 我就跑一次第六章的這個魔王關給大家看 要跑在52秒9以內 好 開始 完美 跳過 看一下幾秒 有沒有右上角 51.1秒 是可以穩穩的過關的 那我這個組合其實輪胎沒有差太多 大家可以看到我的輪胎輪框都沒有改 只有輪胎改了一個而已 那這個差異不到 最重要就是這個紫色棒棒的功勞 我們可以把這個導輪 導輪我都是升穩定性或輕量化 馬達的話我都是升這個扭力跟轉速的一起升 那你的平衡感 紫色的上去之後呢 增強位這邊就可以盡情的把它升高 不怕太快 接下來我把橘色的馬達換上去 跑個排名賽給大家看 齒輪組的話 穩定性還要再提高才能換更小的 那其實 4.0比1 或4.2比1 這個型號的話是比較穩定的 比較不會翻 那導輪的話 左下角原本有這個 7天的任務 其實我有一個任務 只剩一個任務沒解到 是要合成 我最後最後才湊到材料去做合成 但要6小時 那我也忘記用鑽把它加速了 結果它就消失了 它明明寫剩餘一天的 不知道大家都有沒有拿到那個橙色的導輪 可惜我沒拿到啊 太可惡了 不然的話我應該是 齒輪也可以換上去 沒關係 我們直接來跑給大家看 好 我們來跑一場 很多人是這個鐵狼號 不知道這場能不能拿第一 現在的對手其實都還蠻強的 你看 哇靠 還有人比我快 有沒有 希望它等一下前面翻車啊 嘿嘿 哇哇哇哇 到底是第一第二勒 看一下 喔 它一直在我前面啊 喔 還有一個人也超越我了 這是怎麼回事 沒關係 我們拚最後一圈 最後一圈 鐵狼號會直接加速 加超快 看一下行不行啊 其實這個遊戲蠻多大佬的 蠻多人比我強的 我也不知道是他們課金量很高 還是還是怎麼回事 到底行不行 行不行第一還是第二 第一第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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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水啦 滴 那大家可以看到我目前 平均都是跑一分整 一零零 裝備的情況是這樣 那如果我有拿到那個橙色導輪的話 應該還可以更穩啊 就可以換上更小的齒輪了 那我的數值也給大家參考一下 需要參考可以作戰艇 那等一下我會換上那個紫色的馬達 也給大家參考一下 因為那個紫色的馬達算是比較 能跨越 全破的門檻 好 我換一下 用這個紫色馬達這個數值 就可以穩過第六張全三星了 那主要參考的重點就是動力損失這邊 飛行控制應該大家如果好好的生應該都是ok的 避震跟穩定性是最重要的 穩定性一定要到1200多 接近1300就不會有問題了 那轉速扭力這邊 極速加速這邊要參考一下 那基本上我會建議大家 只要有賺就拿來抽 其實我到現在還是在缺配件 尤其是橙色的 那最新的這一匙扭蛋其實我覺得還好 因為這個車殼的技能 我覺得還好馬達轉速提高 那你穩定性不夠的話 提太高會飛出去 馬達的話還不錯 但是不一定要抽這一匙 齒輪的話會需要 但是現在重點還是穩定性 所以這一匙的話 而且十連抽必出藍色配件 我覺得藍色保底有點太爛了 所以我目前是抽這個基本池 基本池的話是必出紫色配件 那機率是大家都一樣的 那我其實還蠻想要龍頭鳳尾 橙色的 或者是齒輪 齒輪非常非常的重要 那這個遊戲其實有保底 90抽就會必中一個橙色 所以大家可以多抽 那其實每個人的車都不太一樣 所以齒輪跟馬達你要自己去做調整 齒輪到底要怎麼選 記得要去看我的上一支影片 看完你就知道齒輪是 哪個快哪個慢 哪個不會飛出去 那第七章我今天會開始來挑戰看看 有任何心得之後也會出影片跟大家做分享 最後還是要提醒大家 這個遊戲沒有那個紅點點功能 所以這個信箱要隨時要看一下 官方很常會送東西 聽說最近有BUG 下禮拜有可能會送我們橙色的導輪 所以大家要每天都要來看一下信件 那說真的這一款玩一玩 我都有點想玩真實的四驅車了 真實的四驅車還比較便宜 不要花這麼多錢 好啦感謝大家這一集的收看 希望對大家有一點幫助 下部影片再見啦 掰掰 下部影片再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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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部影片再見